医生发现若六十岁后就不再锻炼 健康指数比坚持锻炼的人高五倍 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 公园里人头传动 六十八岁的王大爷正悠闲地坐在长椅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晨练人群 他注意到一位年轻人正在旁边的草地上 做着剧烈运动汗如雨下 王大爷心想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啊 我这把年纪可折腾不动了 就在这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子 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王大爷礼貌地点头示意 那人自我介绍说 我是社区医院的李医生 刚下夜班 两人闲聊起来 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锻炼上 李医生说 王大爷 我看您年纪不小了 平时还锻炼吗 王大爷摇摇头 哎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哪还有那个经历 年轻时倒是经常打打篮球 现在就是每天溜溜弯儿 李医生若有所思地说 最近有项研究发现 六十岁后不再锻炼的老年人 健康指数反而比坚持锻炼的高五倍 王大爷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真的吗 那我岂不是不用锻炼 反而更健康 李医生笑而不语 只是说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王大爷欣然应远 两人向附近的茶馆走去 茶馆里 李医生万条丝里的品着茶 开始娓娓道来 其实 这项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 老年人就不用锻炼了 相反 他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项研究是由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研究团队完成的 他们追踪调查了一千名 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为期五年 结果发现 那些六十岁后 就不再进行剧烈运动的人 在各项健康指标上表现得更好 王大爷听得津津有味 追问道 那是不是说 我们老年人就不用锻炼了 李医生摇头说 不 恰恰相反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些看似不运动的老年人 其实 一直保持着适度的日常活动 比如散步 打太极 做家务等 而那些仍在进行剧烈运动的老年人 往往是突然开始锻炼的 或者一直保持年轻时的运动强度 原来如此 王大爷恍然大悟 那我每天留弯儿也算是锻炼了 李医生点头说 没错 适度的日常活动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天进行三十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 就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那年轻人的剧烈运动就不好吗 王大爷又问 李医生解释到运动强度应该因人而异 对于年轻人来说 适当的高强度运动确实有益健康 但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之前很少运动的人 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反而可能带来风险 我想起来了 王大爷说 我有个邻居退休后突然没上了马拉松 结果没跑几次就住院了 李医生点头说 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的一项研究发现 老年人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 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那我们老年人应该怎么锻炼呢 王大爷问 李医生说 关键是要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建议 老年人可以从每天散步开始 慢慢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 太极拳 广场舞这些低强度有氧运动 都是不错的选择 王大爷若有所思的说 我明白了 其实不是说不运动 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李医生赞同的说 没错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适合的运动方式也不同 比如 有些老年人可能因为关节问题不适合走路 那么 游泳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说到这里 李医生继续说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有位78岁的张奶奶 她年轻时是个芭蕾舞演员 退休后一直坚持跳舞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 甚至出现了腰背疼痛的问题 后来呢 王大爷好奇地问 李医生说 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 张奶奶改变了运动方式 她开始尝试瑜伽和太极 这些运动既能保持她对舞蹈的热爱 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过大负担 结果她不仅腰背疼痛的问题得到了缓解 整体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 王大爷感叹道 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受益匪浅啊 看来运动真的要因人而异 量力而行 李医生点头说 没错 其实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运动 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常说活到老 学到老 但学习也要讲究方法 怎么说 王大爷问 李医生解释道 比如 有些老年人退休后 突然开始学习新技能 如电脑操作或外语 这种学习欲望值得赞赏 但如果方法不大 反而可能带来挫败感和压力 浙江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学习新知识时 应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并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 王大爷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就像运动一样 学习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 李医生赞同的说 正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运动还是学习 关键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享受过程 而不是过分追求结果 说起积极心态 李医生继续说 我想起了另一个有趣的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项 长期跟踪调查发现 那些保持乐观心态的老年人 即使不进行剧烈运动 也比那些经常运动 但心态消极的老年人更健康 王大爷惊讶地说 真没想到心态这么重要 李医生点头说 是的 心理健康对老年人来说同样重要 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 还能改善心情 减少抑郁和焦虑 那我每天留弯儿 跟邻居聊聊天 看看戏 是不是也算是在保持身心健康 王大爷问 李医生笑着说 当然算 这些活动不仅能保持身体活跃 还能增进社交 对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表明 有良好社交网络的老年人 比独居少社交的老年人更长寿 王大爷若有所思地说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看起来 不怎么运动的老年人 反而更健康 李医生总结道 是的 健康是一个整体概念 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适度的运动 良好的生活习惯 积极的心态 丰富的社交生活 这些都是健康长寿的关键 两人相谈甚欢 不知不觉已适舞后 王大爷站起身来 王大爷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 今天真是瘦意肥浅啊 我得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李医生笑着说 记住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健康不在于你做了什么 而在于你怎么做 王大爷点点头 迈着轻快的步伐 离开了茶馆 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仿佛又找回了年轻时的活力 这次谈话不仅改变了他对健康的认知 更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